楊山特勤隊 這個就要問瑞德哥 其實也有很好玩的故事 那就是剛剛所講的這個待遇 每一位我們台灣的特種部隊 都有所謂的特戰夾擊 每個月都是特戰夾擊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24天受訓 新兵受訓結束了以後 我第一次生平發現我有八塊肌 你知道嗎 那時候跟你講坦白 剛結訓的時候 這不知天高地厚對不對 因為什麼東西你都會嘛 然後訓練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沒有穿衣服 然後就穿一件我們橘紅色 那種老鷹裝 我們是非鷹旗的 所以就非鷹裝 然後就在西門町這樣子 就故意這樣子一路找 難怪會打架 就是軍人就很無聊 就臭屁 後來覺得很好笑 但是每一個特種部隊 有不同的性質 可是訓練都是非常的嚴格 然後包括剛剛講的海龍蛙兵 然後其實我們有一個傳說 叫做梁山住著一群鬼 那梁山一群鬼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屬於空特 就是陸軍的 空特的特勤隊 對 然後因為他們駐紮的基地 在屏東的梁山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講 叫他們叫做梁山一群鬼 大家的性質不同 那他們也是 就是靠拳頭打出來就對了 所以他的實戰經驗 也要非常的強 像跟我們一樣 基本的體能訓練 兩個小時之內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500個弧地挺身 500個交互蹲跳 500個仰臥級數 500個仰臥公升 這是最基本的起跳而已 然後每天還有不斷的跑步 衝山頭 我們衝山頭 弧地挺身你做不起來怎麼辦呢 一下23%做不起來 賴皮對不對 就在你的胸部下面 撒了大筆的大頭釘 大頭針 我看過有人坐不下整個 整個下去 大頭針進去了 要不然你跑步 跑不動怎麼辦呢 後面就是那個狼牙棒 工地的那個鐵釘 真的 真的跑不動 我看過人家打進去的 那個年代你沒有看過人家打進去的 各位我是大專兵 我是義務役 我不是志願役 我們那個年代都這樣 人的那種等於說塑性是非常大 為了活下去 你就只得這樣訓練 那梁山一群鬼 他們最有名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訓練的那個拳術 就好像海龍蛙兵很會打架一樣 你要近距離的自由搏擊 坐在很短時間之內 立刻制服對方 所以在民國73年11月12號 為了江南案 所以當時警總跟包括警總 包括國安局相當的人 他們弄了一個叫一清專案 其實只是為了要抓陳希里跟吳敦 但是不能做得太明顯 把全國4000多位黑道大哥 全部都掃進去了 掃進去以後 因為73年一直關到76年 那什麼時候要放5115期 三年 一般管信三年就要出來了 可是他們竟然說不是用一清專案 所以他們就在延灣 台東的延灣 大家暴動 暴動就把整個延灣站下來了 然後裡面的這些相關的憲兵 沒有辦法打不進去 後來整個僵持的困擾 大概接近一個禮拜 後來就調了台灣幾個特勤隊 包括這樣講 梁山特勤隊 憲兵特勤隊 然後海軍陸戰隊特勤隊 這些全部都調來 還有憲兵特勤隊 全部都來 四大特勤 然後外面就是憲兵連這樣 全部來 那就由當天凌晨的時候 就由梁山特勤隊 打第一封 打進去 當然不能帶槍 因為開槍的話會出人命 就赤手空拳 就進去裡面 叭叭叭叭就打 然後第一波其實那些 黑道大哥被打得很慘就對了 本來非常慘 可是畢竟是專門 平常就是在外面打架之勢的 也是有功力 所以被打慘了以後 他們立刻地補 所以一波一波這樣地補 所以後來梁山特勤隊的後面 就包括憲兵的特勤隊 然後包括海軍陸戰隊 包括這些就進去這樣 砰砰砰砰 後來打了以後呢 兩個扛一個 兩個壓一個 就把這些人全部制服 真的是挑戰議題 真的是太過癮了